请队长 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 善导大师有解释南无阿弥陀佛六字零号本来所具足的含义 就是愿行具足 性行一体 以思意故 必得往生 善导大师在《往生论柱》里边 他也有相应的说明 这段文也很好 我们也来学习一下 那么他是说阿弥陀佛的光明可以破众生 一切无名 满众生 一切至悦 这是阿弥陀如来 光明至相 然后问到说 为什么有的人聪明 可是不能破无名满怨呢 那么就说 这是不如实修行 与民意不相应 他就解释 什么样是不如实修行 与民意不相应 为 不知如来是实相生 是唯物生 又有三种不相应 一者信心不纯 若存 若顽固 二者信心不依 无决定固 三者信心不相续 于念见固 唐人大师解释呢 说分为两种情况来说明 这两种情况呢 就是不如实修行 与民意不相应 就与六字名号本身的功能 六字名号本身的意思不相应 第一个呢 说是不知二生 哪两生呢 一生就是叫做实相生 一个叫唯物生 物呢 是物质的物 那么物质的物呢 在佛教当中是指众生的意思 唯物生啊 就是指为众生而成的佛 实相生呢 是指圆满 正物 究竟圆满实相 这个佛 所以他说六字名号啊 有这两种含义 一个呢 就是指它是圆满的实相 这叫实相神 第二呢 是指六字名号呢 是为我们众生而成就的 这个叫唯物神 那么这两个名词啊 是台卵大师所描述的 他也是在解释无量寿经的第十八院的后面两句话 所谓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那么这个正觉呢 就是指实相生 阿弥陀佛的无上正等正觉 就圆满正 这个圆正实相 所以成为实相生 那么这个实相生呢 阿弥陀佛成正觉 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成正觉 他是为了我们的往生 为了十方众生的往生而成为正觉 所以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那么这个正觉呢 就是唯物神 所以虽然讲唯物神和实相生呢 是指六字名号具有这两方面 一方面是佛自己圆正的圆满实相 另一方面呢 是为了众生而成的佛 像我们众生呢 我们自己啊 也具足这个佛性功德 但是呢 我们就是信地里 虽然具足这样的功德呢 不能够自己开发 不能自己显现出来 一定要有阿弥陀佛的这个 如果念佛法我们来说呢 有阿弥陀佛六字名号啊 能够呢 就是为了众生这样的往生利益 来引导我们 这两个词哈 说起来呢 就是要 非典周折 那么谭华大师在这里说呢 如果不知道如来是实相生 是唯物生 这样虽然念佛呢 与民意不相应 其实说 我们美 我们呢很多人念佛 呃 比如说 我们虽然称念六字名号 心中觉得 这样往生有把握吗 或者说 呃 我应该清净心念佛 更有往生 如果有妄想杂念呢 可能不能往生 那像这样种种的想法呢 都不知道六字名号是实相生 是唯物生 那么实相生呢 呃 我们心经里边呢 有两有三句话来解释了 来说明 说是不生不灭 啊 不生不灭 就是实相离体的本身 既不生也不灭 那不够不净 还有不增不解 是吧 啊 心经大家都很熟悉嘛 这个不够不净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不能让这个让他呀 呃 不能染悟他 够就是染悟 不净呢 也不能让他更加的清净 像一个物品啊 我们能染悟他 就能让他更清净 能够令他更清净呢 就能够染悟他 这是世间的东西 可是呢 这个真如实相的本身啊 我们不能令他更加的染悟 也不能让他呢 更加的清净 这个就是说 我们来念 那妈阿弥陀佛 这六字名号本身 不论我们 电的心怎样的清净 就说我们心现在妄想 杂念比较少 但是也不能呢 使得这六字名号更加的清净 不能够让他更加清净 那就是我们自己呢 有妄想杂念 有这个染悟 但是也不能呢 染悟六字名号本身 所以他不是我们的限制 就不论你凡夫的心是净还是清净还是够染 那么对六字名号本身救度众生的功能呢 没有影响 那下面就说呢 不争不解 既不能增加六字名号 好像我念得清净了 我就更能往上增加一份把握性 不是的 也不是说呢 我心没有清净还是凡夫 所以呢 就减少了六字名号的功德 往上不确定 减少了一份把握 也不这样 他既然是实相的话 不是我们这个本来是绝诛对待 没有不是相对性的 那无论你是怎样的一个众生 只要你称赖那妈阿弥陀佛 圆满的 究竟的救度 所以这个就是实相生 唯物生是为了我们众生而成佛 那么善导大师的解释呢 和这个也是一致的 比如说比佛光明无量 照实方国 无所障碍 这个就是实相生 显示阿弥陀佛圆满实相呢 是究竟圆满 那么底下说呢 唯观念佛众生 设取不舍 那这个就是唯物生 他的光明是为了设取我们念佛的人 往神极乐世界 这个祖师解释呢 都是一致的 那么善导大师解释的六字 南无是闺蜜 阿弥陀佛即时其行 六字名号本来是阿弥陀佛 圆满成就的证诀 那是实相生 那么从此呢 我们称赖那妈阿弥陀佛 拥有阿弥陀佛所 因地的愿和因地的行 愿行俱足 这个呢就是唯物 为了我们这样的众生 唯众大师下面呢 又说三种不相应 前面是二生 二生 一个实相生 唯物生 下面说三性 三种信心 又有三种不相应 一者是信心不存 若存若顽固 信心不存厚 若存若亡就是存就是存在 亡就是好像没有 四有四无的 叫若存若亡 你说不信呢 似乎信 说信呢 又似乎不信 二者是信心不一 一就是不一致 前后不一致 无决定故 或信或不信 不决定 第三呢是信心不相续 于念见故 信心啊 不能相续贯彻 这三种状况呢 就是不如实修行 那反过来讲 如果信心存厚 信心呢 决定 信心相续 信心呢 是一二不二 那这样呢 就叫如实修行相应 那总之 我们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信顺不移 就叫如实修行相应 如果怀有疑惑心 先信后不信 这个都叫 不如实修行相应 那反而上 在解释 若存若亡的时候呢 他举了几个比喻 他说存呢 就是上本愿 亡呢 就是下本愿 我们说趁阿弥陀佛 本愿去往生呢 上本愿就能往生呢 下了本愿 就不能往生呢 那么他举了几个例子 什么样叫上本愿呢 说哎呀 我修持好 我呢 心清静 我在行上既得 像我这样子 练佛应该可以往生 他要做如此想者 失明下本愿 如果这样的想啊 就没有上本愿了 下来了 你看我们很多人都这样想 我修持好 我行上既得 我有发道心 所以这样子 练佛才能往生 那么什么叫这个下本愿呢 说哎呀 我修持不好 我道心不坚 不勇猛 像我这样子的人 再怎样念佛 恐怕也不能往生 如果抱这样的想法呢 就下了本愿 有没有听明白 反过来再讲啊 反过来说呢 那么应该怎么样思维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状况了 他应该怎么想呢 我虽然有道心 但是呢 这样的道心不能救我 比如道心勇猛啊 能救我的呢 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像这样的道心啊 生生世世都发过 因为我们生生世世嘛 都遇过佛法 都有这样的姻缘 总有过去世 生生世世 超过今生的道心的 用功啊 勇猛啊 如果道心能救我们 早就救了 不会轮回到今天了 所以呢 不以道心为贵 不以我们自己这个心啊 好像很亲近啊 很善啊 不以这一点的为第一 不以这个为贵 唯以阿弥陀佛名号为尊贵 所以知道心不能救我 唯念弥陀名号 这就是把阿弥陀佛摆在第一 其他部都摆第二 因为上一 反过来讲 他就是道过来了 所以说呢 我虽然能往 虽然念佛 如果说没有道心 道心不坚固 或者说呢 我这个 没有诵经 没有智慧 没有精精勇猛 我凡夫没做到某种程度 即使念佛 也不能往生 那这样的话 就是阿弥陀佛摆第二了 就自己的羞耻摆第一了 以自己为第一 弥陀为第二 就下了本院了 所以反而上讲呢 反过来说 虽然我 羞耻差 虽然我呢 烦恼动 虽然有妄想 以我本人的罪业啊 本来就是三界轮转 念念了妄想 是肯定要堕落的 不过呢 阿弥陀佛有超视悲悦 有不可思议的大悦力 即使如此 以我这样的根基 练佛 必定往生 这样的想法呢 就上了本院了 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 这个 本院救度的道理 没有祖师呢 详细为我们开解啊 几乎大家都会错误的认为 都把阿弥陀佛摆第二位 把我自己摆在第一位 这个叫做交慢 虽然阿弥陀佛救我 但是如果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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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这样 我还是不能往生的 虽然阿弥陀佛救度我 可是我烦恼中 我想多等等等等等等 还是不能往生 那这些想法啊 这是不正确 下面我们 这一讲我们来说明啊 诸佛作证 称明必生 是要说明这个题目 就是十方横杀诸佛 来为我们作证明 说造罪凡夫 称念弥陀名号 必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往往遇到一些联友啊 互相之间也在打听 或者呢 也想在师父那边得到一句肯定的话 其实这个呢 印光大师啊 早就说过了 说什么呢 说是自己啊 内心呢 对阿弥陀佛 信愿不够 所以在人家的下巴下面 在人家这个下巴下面呢 找活路 找活迹 找深路 这个通通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就哎呀 你看我这样能往生吗 哎 你看我这样能往生吗 当然不是说大家讨论法医不好了 就说他内心里边啊 希望某一个具体的人来肯定他 其实这一点呢 应该建立在阿弥陀佛的誓愿基础之上 应该建立在呢 诸佛啊 他的诚实言语 诸佛诚实言之上 不是在凡夫的语言当中 去问你啊 蒙人家的点头 我们不需要人家来为我们证明 我们有诸佛在为我们证明说 以我们这样的身份 念佛肯定可以往生 那这段文号是出自 向导大师的观念法门 观念法门有五种增上缘 说念佛的人呢 得到五种增上缘的利益 其中这个呢 是第四 正生增上缘 正名的正 正名的正 生是往生的生 增上就是增上缘嘛 这三个字 大家明白 那么这个第四 正生增上缘呢 善导大师先提了一个问题 说阿弥陀佛啊 救度一切终生 不知道呢 到底谁保证 何人保证啊 一定往生 第二个问题说呢 不知道保证往生的这种人呢 是哪种人 是何种类型的人 然后呢 就引用经文来证明说呢 十方诸佛为我等做保证 能往生 哪种人能往生呢 是一切造罪凡夫 称赖弥陀名号 必定往生 因为在我们心里边 虽然说一切众生 十方众生 但是呢 大家都觉得说 是其中那个 精进修持的 善跟励志的 甚至呢 是那个圣人 那如果抱这样的想法呢 就把自己移入在外边了 所以善导大师啊 在引用经文 来说明 这个在善导大师前集的 三百六十页 我先把这段文号来 读一遍 又如弥陀经云 六方各有 横河沙人诸佛 皆书舌相 皆书舌 遍覆三千世界 说诚实言 若佛在世 若佛灭后 一切造罪凡夫 但回心念阿弥陀佛 愿胜净土 上尽百年 下至七日 一日 十生 三生 一生等 命运忠实 佛于慎重 自来迎接 即得往生 如上六方等佛书舌 定为凡夫作证 罪灭得生 若不依此证 得生者 六方诸佛书舌 依出口以后 终不还入口 自然坏烂 善导大师 六方横河沙 诸佛书舌 这段文 了解阿弥陀经的 会背诵阿弥陀经的 都知道 说如果经者 称赞阿弥陀佛 不可思议功德之力 东方 底下会背吗 东方亦有阿处匹佛 虚弥相佛 大虚弥佛 虚弥光佛 妙音佛 如是等 恒河沙树诸佛 各于七国 出广常舌相 遍赴三千大千世界 说 陈时言 如等众生 当信誓称赞 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对 那么东方诸佛 就这样讲了 那么这一段呢 我们每天啊 上早晚店就读过了 这一段什么意思呢 善导大师在这里解释 他就略起来 说六方各有横河沙等诸佛 东西南北上下 这六方 各个都有呢 横河沙树那么多的佛 横河沙已经解释过了啊 大的数字 无量无边 这些佛呢 都书舌遍赴三千世界 经理讲了吗 遍赴三千大千世界 说陈时言 也要说陈时言 说什么呢 善导大师啊 就加了这一段 说若佛在世 若佛灭后 这个经文是没有的 那么经文里面说什么呢 如等众生 当信誓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互念经 经文是这样 那么这一段呢 是 这个十方诸佛啊 来出广常石像 证明 释迦牟尼佛讲的这部 阿弥陀经 如等众生 就是我们 五诸恶世的造句众生啊 您当相信 如等众生 当信誓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在阿弥陀佛功德名号 不可思议造句凡夫呢 什么样不可思议功德 就是若一日若七日 文说阿弥陀佛 一日七日成年弥陀名号 临命中时候呢 自然往生 临命中时 佛于圣众自来迎接 命中之时呢 心不颠倒 是来证明这段话 所以善导大师呢 就把这两句 这两段经文啊 揉在一块 把十方诸佛啊 说陈时言 若佛在世 若佛灭后 一切造罪反复 证明呢 证明什么样的人呢 是不管是佛在世的时代 就正法时代 还是佛灭度以后 像我们现在 大圣释迦牟尼佛灭度来说 若佛在世 若佛灭后 一切造罪反复 统统包括在内 既然是凡夫 都是造罪反复了 一切造罪反复 但回信念阿弥陀佛 愿胜净土 只要你啊 虽然以前造罪 不知道佛法 不害怕因果轮回 不了解地狱的苦恼 不心目极了净土 现在呢 知道了 回转过来 我不愿意 这么糊里糊涂的 去六道轮回了 我要求生净土了 但回心念阿弥陀佛 愿胜净土 上尽百年 下至七日 一日 十生 三生 一生等 那么这个时间的解释呢 就是解释 阿弥陀经里面讲的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五六七日 这个若一日到若七日啊 善导大师解释 就是一辈子的念佛 不限于呢 一天七天 因为呢 这个古代的文法啦 包括 这个翻译啊 他不能够全局 在印度的范文当中呢 经常是讲到七 就算了 那么如果以现在的标点符号来表示呢 后面有审略号 若八日 若九日 若十日 一日点点点点点点 到什么时候呢 到灵命中时 这个若是 或者的意思 是不确定的意思 如果说 我们遇到这个念佛法门 我们当下 成年南无阿弥陀佛 到了明天呢 一口气不来 我们往生了 这个叫若一日 你是遇到这个法门呢 才一天 那么如果呢 过了两天 我们寿命中了 往生了 这叫若二日 如果呢 过了两年 我们才往生 我们叫若二年 或者是若七年 若七十年 总之呢 这后面哈 是指时间 不确定 遇到念佛法门的人 寿命啊 各有长短 那总之呢 是念佛到什么时候呢 如同阿弥陀经所讲的 在这段时间 都是一心不乱的念佛 这次明号 若一日若去 一心不乱 一直到 其人灵命中时 那经文下面说得很清楚 直到灵命中时 贯彻下去 所以善导大师解释为 相续念佛 那这个善导大师哈 在这里 因为阿弥陀经里没有讲 只讲到 若一日到若七日 善导大师解释为 上近白年 下至七日 一日 七日一日出来了 然后呢 说十生 一天不足 只念十生 或者三生 或者一生 等 那么若一日若七日啊 就和无量寿经里边的 乃至十念 是一个意思 无量寿经里边的乃至十念呢 也是从一生 十生 然后呢 到一辈子的念佛 和他 所以这两部经啊 都是一致的 那么其他人解释阿弥陀经呢 还没有这样 还 好像我看还没有这么解释的 有的时候就把这个一天七天呢 当做一个固定的时段 说如果一天 一天啊 像弥陀耀节里边啊 就说一天呢 达到一心不乱 或者下等根基的人呢 七天达到一心不乱 或者七天达不到呢 就三个七天 七个七天 当做一种修持的功夫 来修持的话 有这么解释的 那么上导大师解释的 这个是一辈子都一心不乱 从现在开始啊 一切造罪凡夫都做得到的 比较呢 夏至七日一日 十生三生一生等 那么关于一心不乱四个字呢 这里没有解释 为什么呢 你只要是这样一辈子念佛不改变 你这个就是一心了 没有二心 在心里边不动摇啊 不怀疑不动乱 命于忠实 现在大命了 将终还没有终了 经文将临命忠实 佛于圣众 自来迎接 既得往生 现在快临终的时候呢 佛阿弥陀佛 圣众就是观音世智诸大菩萨 不请自来 他自动的自是自然而然 自然的就来建议我们 也是呢 自动的来建议我们 也是阿弥陀佛呢 亲自来迎接我们 所以说佛于圣众 自来迎接 你不用害怕 担心说呀 万一不来怎么办 他自然就会来 因为这个是感应道教的道理嘛 阿弥陀佛本来就发了这个临终建议院呢 所以我们临命忠实呢 佛于圣众 自来迎接 既得往生 这是善导大师刚讲了 把阿弥陀经的 往生正因这一段文 就是文说阿弥陀佛支持名号 若一日若七日 一心不乱 其人临命忠实 阿弥陀佛于诸甚重 现在其前世人忠实 心不颠倒 既得往生 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那么这一段经文 就是十方诸佛所称赞的 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互念 阿弥陀经里面所讲的 不可思议功德 体现在哪里呢 就体现在说 若佛在世 若佛灭后 一切造罪凡夫 你只要这样相续念佛 上进一百年 下到七天一天 十生三生一生的 彭彭往生 命忠实呢 佛于圣众 自来迎接 既得往生 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功德 所以我们读经文呢 如果光是这样读的话 跟我们自己啊 不大交道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忽念 就过去了 那这里就是呢 赞老大师 跟我们讲的很清楚 如上六方等佛输舌 定为凡夫作证 罪灭得生 我们既然是凡夫 就通身啊 就是业力 满身呢 都是罪业 所以 这个六方佛啊 输出广长舌相呢 决定的为我们凡夫 来做证明 只要念佛 一切罪当啊 自然消灭 自然消除 得生进土 那下面 这个诸佛出舌啊 佛有广长舌相 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呢 他是诚实语 不会欺骗人 如果说一个人呢 一个人 你是不是讲话骗人 那么我们的相啊 也能反映出来 据讲啊 如果一个人 你三生 三辈子 不讲妄语欺骗人的话 那么你的舌头伸出来啊 就可以勾住自己的鼻尖 啊 回去大家拿镜子照照 使劲勾勾看 看我上辈子有没有骗过人 不要使劲太大了 使劲大 舌头勾断了 还没勾着 麻烦了 这个 那么佛呢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的时候啊 他就降服外道啊 这外道呢 认为说 佛讲的道理啊 真实不真实啊 就来想问难 那么佛就不用多讲话 就把他的这个广藏舌相就伸出来 就盖住了整个面孔 缩回去呢 在口腔里面放着 软软薄薄的 那么伸出来呢 把梅济发济面孔都盖住了 那这就代表呢 这个人是决定真实语 不会讲假话的 那当然这个释迦牟尼佛呢 是硬化身的佛 这里讲的十方诸佛呢 出广长舌相 不光是盖住面门 遍覆三千大千世纪 这个还能有假呀 决定不假 所以这个叫广长舌相 是来证明不会去假的 所以若不以此证得生者 那么十方诸佛居然出了广长舌相 说一切造罪凡夫 这样念佛 上近百年 下到七日一日 实生一生 一定往生 那结果我们呢 造罪凡夫称恋弥陀名号 不能往生的话 这是一个凡写 如果说我们不一 不能够依据十方诸佛的正成 得以往生净土 那这样呢 十方诸佛的舌头啊 就靠不住了 说六方诸佛属舌 一出口之后 终不还入口 这个舌头伸出来 就缩不回去了 为什么呢 六方诸佛 你讲了欺骗的话 欺骗了十方众生 那么你这个广长舌相 就不应该存在 你就是欺骗众生 那这个广长 这个舌头伸出来 就回不去 自然坏烂 就坏了 就烂了 大家说有这回事吗 那我们心里边哈 如果我们心中认为说 造罪凡夫 只是这样念佛 不能往生 你如果抱有这样的见解 等于是说十方诸佛的舌头 等于我们让十方诸佛的舌头烂 不是吗 那么十方诸佛出广长舌相 说 造罪凡夫 称恋名号 决定往生 你说呀 我自己动啊 我念佛不能往生 这个不是反面 显示说十方诸佛 他讲话就欺骗了 如果我们讲的是真的 那么十方诸佛的广长舌相 就是假的 那么十方诸佛的广长舌相呢 就不能成立 十方诸佛的舌头呢 就要坏 就要烂 所以我们自己在这里啊 随便讲一句话 觉得 好像我还在谦虚 其实这句话 如果呢 上纲上线的话 你等于是在破坏十方诸佛的广长舌 你等于是拿一把刀 把十方诸佛的舌头割破了 割烂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大家不敢讲说呀 我以前都这么讲过啊 那么这个呢 是以佛语为证 那佛是争语者 施语者 是彻底了悟 这个诸法实相 所以决定不会有欺骗 所以底下 善导大师又讲 敬拜一切往生人等 善导大师对我们很恭敬 对我们讲话 加一个前面加一个敬语 敬拜一切愿往生的人 若闻此语啊 敬拜圣与泪 连结泪结 粉身碎骨 报谢佛文 听说这样的话 听说十方诸佛如此恳切的出广长舌相 来劝导我们决定往生 如果我们不能往生的话 十方诸佛 宁愿他的舌头烂掉 坏掉 听到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很感动很感激说 悲声与泪 感到哽咽 哎呀 如此啊 眼泪像下雨一样丢下来 应该连结累结 不是一生 两生 也不是一结 是多结都应该粉身碎骨 报谢佛文 这个十方诸佛对我们恩德实在重大 因为我们凡夫啊 疑心特别的深重 十方诸佛六方诸佛 都出广长舌相 来劝导我们啊 来这个 依佛劝化 诸佛都来护持 让我们呢 起决定的信心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布尔寺讲堂 来听这样上导大师殊胜的教法 来听闻十方诸佛 正成护念的经口成言 是经过了十方诸佛 非常大的恩德 这个啊 护持 加护意念 我们的善根啊 才慢慢的觉醒 慢慢的成熟 才有今天这一天 所以遇到净土法 不怀 这个不相信 怀疑 甚至诽谤 可以讲很自然 非常自然 凡夫嘛 那我们居然能够信顺 不管信的深 还是信的浅 能够到这里来听闻 这个不是一二三四五佛 种株善根 不是蒙一二三四五佛的 加持护念 是我们蒙受六方 横河杀素诸佛 来见到我们 所以我们听到说 哎呀是啊 真的能往生啊 十方诸佛 对我们恩德大不大 真的非常的 非常大的恩德 所以祖师啊 在这里讲 若问此语啊 经悲声与泪 连结累结 粉身碎骨 报谢佛恩 我们累结以来 我们的身体啊 都是造罪造业去流转 不做无价值 无意义 堕落的事情 如果能为佛法 粉身碎骨 啊 这个是说 我们有这样的心愿 其实我们自己啊 也做不到这一点 谁能粉身碎骨 说啊 这个稍微辛苦一点 稍微受点委屈 啊 稍微受一点 这个打击心理就受不了了 甚至啊 就放弃了 由来乘本心 其敢更有毛发淡之心 这一段也说明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啊 我们想的就是往生 我们怕的就是不能往生 那问了很多人 人家都说 你这样不能往生 你问错对象了 你问到十方诸佛 就问对了 如果问十方诸佛 马上为你出广场 是想说 造罪凡夫 释迦牟尼佛 虽然灭渡两千五百年 但是呢 你决定往生 这样呢 就是满了我们的心愿了 单独有十方诸佛 来为我们证明 称我们的本心 所以呢 更 其敢 哪敢 有一法 有一丝一毫 有一根头发丝那么大的 一点点疑惑呢 我就不敢怀疑了 十方诸佛讲的话 正称我的心怀本月 所以呢 感恩于十方诸佛 为我等证明 不然的话 我们就被那些呢 这个别解 别行 易学 易见的人 不学净土法门的 按照通图法门教理 来跟我们讲的 越讲 我们越害怕 越讲 我们越觉得往生渺茫 没有希望 而现在呢 十方诸佛啊 老婆心切 出广常识相 为我们证明 这是三道大师这一段 那这一段底下面呢 三道大师呢 还有一句话 说 又百诸行人等 一切罪恶凡夫 上蒙罪灭 正舍得身 何况圣人怨生 而不得去也 这说明什么呢 这个造罪的凡夫 尚且我们称列 弥陀名号啊 罪灭 可以往生到 阿弥陀佛净土 那何况圣人呢 圣人当然更可以往生了 所以三道大师 用这句话是显明 阿弥陀佛的救度呢 首先是指 这个造罪的凡夫 那么造罪的凡夫 能够得救 圣人更不在话下 是显示呢 所救度的一切众生 以若佛在世 若佛灭后的一切造罪凡夫 为首先要救度的对象 那么以此呢 以凡设圣 凡夫得生 那么圣人呢 决定可以往生 还有一些时间 我想把这几段文呢 在法式战当中的 有几段文 跟大家共同的学习一遍 也是善导大师 以战记的方式 来解释 六方诸佛的正成 这一段非常好 法式战呢 在正 法式战啊 叫做 在正转经分当中啊 他分成前行分 转经分和这个 后面的后行分 转经分呢 就把阿弥陀经啊 分成十七段 那每一段的引用经文之后呢 善导大师再写一首记字 一首或者两首或者多首 那么通过这个计语呢 来解释这段经文 这个六方诸佛的正成啊 善导大师都有计语 在解释东方诸佛正成的时候呢 有这么一段计语说 世家如来常赞叹 东方横杀等绝尊 大辈同化 心无二 一佛师功多亦然 为断凡夫一见直 皆书舌相负三千 共正七日称名号 又表世家言说争 忠实正义念弥陀 见佛慈光来照身 趁此弥陀本愿力 一念之间入宝堂 宝堂庄严无限极 化佛慎重做思良 心性明于白千日 非至双行凡尔长 我今祭道无为处 普愿寒陵归此方 这样读 大家听起来喜悦不喜悦 解释如果看了文字明白 就更高兴 善导大师的词很好懂 下面我再一句的一句的说明 世家如来常赞旦 如我今者称赞 祝福不可思议功德 是表达这个含义 常赞旦谁呢 东方横杀等绝尊 东方有横河沙素 无上正等真觉的世尊 大悲同化心无二 这个世家佛也好 东方横河沙的诸佛也好 都是同样的大悲心 这个什么样的大悲心呢 都是来讲说阿弥陀佛的 本愿救度法门 念佛必然往生的法门 都是同样的大悲愿 叫大悲同化 以此法门呢 来化度众生 大悲同化 心无二 没有第二个心 一佛施功多亦然 比如说在苏博世界呢 是释迦摩尼佛为教化主 那么释迦摩尼佛 他来教化叫一佛施功 那么东方横河沙诸佛呢 都来证明赞叹 所以释迦佛讲的 言说真实 决定不虚 造罪凡夫 成年名号 必定往生 我等诸佛 齐来证明 所以一佛施功 多亦然 那么如果在他方净土呢 世尊佛也要出 广长舌相去证明 所以啊 这个佛佛啊 都同一的大悲同化 心无二 共同宣扬本愿门 为断凡夫一见直 皆输舌相 负三千 为什么 这个出广长舌相 便负三千世界呢 是为了断出我们凡夫的疑惑 啊 邪见 不信心 不信顺 这个执着 执爱 叫为断凡夫 一见直 我们就是怀疑心特别重 啊 释迦佛 本来佛了 都是 世尊 一尊佛讲的 我们就应当信顺不二了 结果呢 我们疑心特别重 所以东方恒河沙等诸佛呢 都排着队 一个一个来 跟我们重说一遍 所以这一把阿弥陀经呢 可以讲是 重重无尽 不光是释迦牟尼佛讲了一遍 这把阿弥陀经里面 有东方恒河沙等诸佛 个个都讲一遍 说 你要相信啊 虚弥光佛将说完呢 虚弥相佛又出来说 哎呀 张居士啊 你要相信啊 虚弥相佛出完之后 下面诸佛又跟着出来了 你要相信啊 都跟我们说一遍 那么东方恒河沙等诸佛排完队 说完了 南方恒河沙等诸佛又出来说 那我们不要让这些诸佛太劳累了 哎 我听懂了 明白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 我觉得各位啊 我们首先到阿弥陀佛那里去呢 顶个礼 对不对 啊 底头一拜都无声 头往下一颗头 哎呀 获得无声乏忍了 阿弥陀佛感念老人家的本愿救度恩德 哎呀 这时候呢 心中一念起来说 十方诸佛对我都有这种正诚劝话的恩德 阿弥陀佛稍微请个假 我现在再到十方诸佛呢 去顶礼感恩 阿弥陀佛点头微笑 然也 这个时候啊 我们趁阿弥陀佛本愿微生加持 刹那之间分身百万亿 便东西南北上下横河沙诸佛 那个时候你去拜东方义友书迷 这个 这个阿弥陀佛 虚迷光佛 虚迷向佛 你再去给他好好礼拜 好好感恩 你去了之后呢 阿弥陀佛 然后呢 这个保守一输过来 给你摩顶收记 说来了 我当初正成果然来也 善男子 哎呀 佛所一头一摸我们头顶上 马上全身呢 开无边之物 得百千万种佛用尼 开无量无边三位门 哇呀 十方诸佛 我们刹那之间都礼拜完了 又回头笑 阿弥陀佛 禀报 阿弥陀佛已经拜见十方诸佛了 这个不可思议啊 好啊 所以不要在这个地方 老师当当当当 要念佛 总是有人要问啊 诵经啊 跟念佛啊 说师父啊 你看这个阿弥陀经 要不要诵 我就是半天说不出话来 师父你看这个阿弥陀经 能不能诵 我就更说不出话来 阿弥陀经 佛讲的净土宗的正义经典 还不能诵啊 那师父你看我要不要诵 我说我看你就不好看 我看我自己只要念佛就够了 那我们念佛呢 就是昨天说过了 诵经啊 有口诵 有这个深诵 口诵就是口上面这一部经 深诵呢 就是我们身体啊 身体力行 以我们的身体的行为 来落实这部经典 这部经典 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都说 你要老是念佛 一向钻念 我就拿摩阿弥陀佛 拿摩阿弥陀佛 一看到这个人的样子 就知道 你看 三部经全部送完了 我一想起来 我们台湾近代啊 有一位大德 叫做广青老和尚 广青老和尚 大家知道吗 挺有名的 禅定很深 有神通的来 他不是字 不是字往哪里坐啊 来的人啊 他都知道你 什么根基 什么想法 三言两语就打发你了 大学教授了 博士了 都对他佩服的很 老和尚一生啊 有很多 这个他的言语行为 往往出气不易 所以弟子呢 跟他多少年啊 都摸不准 他临终之前呢 也来了一招 那我要往生呢 要回归净土了 弟子们着急了 老和尚回归净土啊 怎么办 怎么办 送金 就要送金了 他送哪一部金 送哪一部金啊 通通送 这个弟子一开始又麻烦了 老和尚发话了 各进其人 他的徒弟也多 有的就分工了 你送金金 你送金刚金 我送法华金 都摆出来了 总送嘛 老和尚叫总送 你通通送 新金金刚金 法华金 法眼金 花毛的团刀 大张金都搬出来 阿迪瓜 老和尚一个人 坐了个地方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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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个人在那里念佛 念完说呢 无来无去 没有事 往生了 等老和尚一旦往生之后啊 弟子们恍然大悟 哦 原来总送 就是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只有老和尚一个人在总送 他临死的时候 还给大家来一个教育 他你们都不懂啊 总送 这所有的经典一切送 怎么送 你称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叫总送 我们继续来学习 善道和尚的赞词 当然佛法 他有广略门 广就是 在天清菩萨说的 叫广略相路 略啊 就机而言 比如说 以天台的教官来讲 你怎么千讲万讲 不离十相 多少文字的圈式 都不能离开十相 那么以禅宗来讲呢 总不离自信 所以广起来可以少呢 包含一切法 一切语言文字 一切大藏经典 那么略起来呢 就是信 见信 见信成佛 或者说实相 那么如果 如果以我们净土们来讲呢 广展开的话 一切三藏十二步 略收起来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不矛盾的 共证七日称名号 又表释迦言说真 那么十方诸佛 出广长舌相啊 有三个作用 第一个呢 是为了断我们 凡夫的疑惑 邪见 这个执着 第二个呢 他来为我们证明说呢 你一日七日 称念弥陀名号 必定往生 要共证七日称名号 然后呢 又来说明 释迦牟尼佛讲的 真实不虚 我等诸佛都来证明 所以又表释迦言说真 只要你七日称名号呢 效果如何呢 忠实正义 念弥陀 念弥陀 就是念中的时候啊 正义就是正念 正念不失 念阿弥陀佛 这一句呢 是在解释阿弥陀经里面讲的 世人忠实 心不颠倒 我们只要平时专修念佛 若一日若其日 上进一百年 那么临命中的时候 佛自然现前 我们在佛现前加持呢 自然命中的时候 心中正义正念 念阿弥陀佛 就见到佛的慈悲光明了 设施我们 见佛慈光来照生 这个在关键的求平往生当中 都有详细的描写 这个人呢 念佛了 现在临终了 晕晕乎乎之间 本来正要痛快 阿弥陀佛来了 阿弥陀佛一来 今生大振 哎呀 马上呢 身心啊 喜悦 所有的业障 当下排除 所有这个 什么过去世 今生世 所有的业缘 被佛光 所消除 身心永悦 佛就淡了一朵莲花来 往往或者是观世音菩萨 和大师菩萨呢 两位菩萨捧了一朵莲花 那么这个人呢 就身心永悦 喜悦 就登上莲花台 这个时候阿弥陀佛保守呢 往下一捶 手中呢 就护放出无量的光明 光明 咔 照到他的头上 然后这个人 见到佛的光明照月呢 身上喜悦 随着佛之后 手一弹 保守啊 未受保守 手一招 莲花咔 登上来 在活在保守之上 刹那之间 回归西方极的世界 然后莲花池里边 花旦保持 在观金九品里边啊 都有很详细的描写 所以我们死的时候啊 不是 这个什么糊里糊涂啦 迷迷糊糊啦 每一个往生的人 根据观金九品来讲 他都是喜 很欢喜 很快乐 这个到极乐世界去的 啊 很踊跃 很欢喜 所以趁此 弥陀本愿力 一念之间 入宝堂 善导大师解释 阿弥陀经呢 也是站在 阿弥陀佛四十八院 本愿救度的立场 我们之所以 轮到西方极乐世界啊 就趁阿弥陀佛本愿力 七日称明 一念之间 往生抱腾 到了极乐世界怎么样呢 就进了七宝堂了 宝堂 庄严 无限级 昨天晚上 还有师父讲说呀 我在这个世界呢 没有大庙子住 连一个小茅棚都没有住 这一个小地方 所以你现在这里看到了 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呢 有非常广大庄严的宝堂 在等待你 化佛慎重 做思良 这个极乐世界 诸大菩萨众啊 这个断座 心性名誉百千日 卑至双行 法尔常 那么我们一旦到达极乐世界呢 我们就当下开悟 叫心性 开悟的善导大师呢 是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心性 叫明心见性吗 明心见性到什么程度呢 心性 名誉 百千日 比百个太阳 比千个太阳 还要明亮 这就说明我们误得很彻底 明心见性彻底了 卑至双行 法尔常 那么一旦到达极乐世界呢 就像具有了诸佛菩萨的大悲大志 卑至双运 法尔自然 长度众生 不需要我们自己有为造作 如何这样用功等等 不需要 对至双行 法尔常 我今 既到无为一处 极乐世界啊 是无为涅槃的境界 我今天既然到了 怎么样 普悦 寒领归此方 这个叫 回想到 苏婆世界 还有他方国土 一切众生呢 都希望他们也来到这个世界 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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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詞 詞 曲 曲 李宗盛 阿弥陀 阿弥陀 阿弥陀